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深的金融策划专家 从未无数遇到贷款困难的家庭提供贷款解决方案 实现您买房的梦想 致力于传播金融理念建立理财观念 提供贷款培训 贷款案例分析 帮助更多的家庭实现财富的积累 德远贷款是资深的贷款专家 擅长为餐饮从业者 美容美发从业者 留学生 应届毕业生 访问学者 国际投资者 提供个性化的贷款服务和方案 为贷款经纪人提供实战的培训和专业指导 详细的咨询电话是 949-996-9258 949-996-9258 德远贷款太好贷了吧 今天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 德远贷款的老朋友CEO宁云先生 宁云先生您好 Melody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 最近我们看到美联储 还是要加息的脚步布置 我们很多人觉得我在美国没身份 然后也办不下来贷款 很惆怅 但是我听说宁总这边可以实现 就是我们查外国人收入贷款上 可以实现完成最低利率的贷款 宁总能够我们解释一下吗 好的 其实这个听的名字 有点让大家混淆 因为有一些朋友刚来美国的时候 他说我在外国有报税收入 但是银行给我的利息也正常帮我做了 他们已经认为是做一个外国收入贷款了 但其实上不是的 因为他评估的是你外国的收入 他申请的不是美国的两房贷款 比如说市场利率是3% 他给你的利率其实还是四点几或者五点几 他相对而言 完完全全什么收入都不能提供的人来说 他是利于介于中间 比如说完完全全都不查 可能是五 他给你四 但是实际上你还是高于了美国的普通贷款 那么我们今天说的是 如何你使用你在外国的报税收入 来到美国去申请两房的最低的收入贷款 那也就是我可以理解到 比如说我虽然在美国这边没有正常的报税收入 但是我可以利用比如说像我在中国境内的一个报税收入 在美国这边取得和美国人最低利率一样的贷款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吗 不是 不是完全这样子 他特质是哪种形式呢 他特质是您人在美国是有身份的 比如说您是美国公民 您是那个绿卡 然后您呢 但是呢你是在外国工作的 比如说您是去中国 您是去台北 您是去外派的工作了 然后呢外国的你正常在美国进行报税 但是你是没有 比如说我们要求的W2 没有那个工资单 那么正常情况下 其实两房呢是不会给这种类型的人进行贷款的 因为首先第一个银行他拿不到W2 第二个他拿不到你的符合美国标准的那个paycheck 第三个他没有办法对外国雇主进行一个核实跟监管 那么这些的话呢他是有一个很繁琐的流程去进行一个验证 去进到他的银行的Due Diligent 这样子的话他能给你一个两房可以认可的这么一个利率和一个贷款的项目 那么他的难点是在于什么呢 他的难点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如果说您在美国有身份 但是你正常的是在美国的你的税表上面是提现了你有这份收入了 在贷款的时候呢 你怎么样让我们的银行去认可你人在国外的这个收入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你人 你的你在美国的纳税表 比如说你年收入是10万 但是很多的银行会说你这10万块我不能用 为什么因为我银行没办法核实 那我们的话呢会有一个复杂的 但是呢有一个相过的过程呢 其实是可以达到一定条件的话 我们是可以让银行的去认可和接受你这个在海外收入这么一个状态 从而达到让你申请到最低银行贷款的这么一个要求 或者是一个目的